好 听了 看完了我们的知识要点目之后呢 大家现在对我们什么叫做循环小数能够理解了吗 简单来说什么叫做循环小数 就是小数点后的某些数字循环往复出现的时候 一定不能停止 停止就不叫做循环小数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叫做循环小数 循环小数找到循环节 二三二三循环 所以它可以写成零点一二三 二三循环 在循环节的上面是标上两个小数 小数 不叫小数点啊 标上两个循环点 代表它是一个循环小数啊 对吧 你比如说来举的例子啊 这个是一点二三 二三二三循环 这个是零点七八一二三 一二三循环 所以在循环节的上面 首尾是标上循环点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说循环小数啊 在这里边还是不一样的啊 你看这个循环小数 从小数点后面第一位开始 是不是就开始循环了 而这个是在隔了几位之后 是不是才开始循环 所以我们把这种一开始就循环的 叫做纯循环小数 而隔了几位才开始的呢 叫做混循环小数啊 那好了 请朋友们来判断一下 老师写的零点二三四三四三四 这个是混的纯的 这个应该是混的啊 第一位没参与后面的是不是三四三四循环 那再比如说这个零点啊 十点七二八 七二八 七二八 哎 七二八循环 那么这个是混的还是纯的 那这个是 纯的啊 实际上我们说看纯还是混 你只看什么就行了 只看小点后面的数字 是不是可以了 跟整数是谁 是并不影响 对吧 好 那说了纯循环 说了混循环 实际上我们说还有一个数呢 还有一个小数是特别特别出名的 这个小数呢 俗称叫做 π 它应该等于 三点一四 一五 九 二六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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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位 对吧 而且这里边还没有循环 那像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非循环小数 嗯 它比较特殊啊 跟我们循环小数不是一类的 但你要知道 它也是啊 无穷多的 好吧 好了 这是关于循环小数的 我们先简单介绍这些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看两个小题目 练习一下 第一个 呃 看图回答问题 这是 好像是我们学校里的前进赛跑 是吧 呃 你看第一个男同学说 哇 王鹏四百米只跑了七十五秒 第二个女同学说 那么平均每秒跑多少米呢 现在不用挖了 现在该算数了 哈哈 四百米只用了七十五秒呢 就是啊 路程除以时间 四百除以七十五 对吧 那四百除以七十五等于几呢 好像不太好算 不太好算没关系 我们说你要想算出它的商来 嗯 当然你可以直接算 是吧 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两个数同时可以除几啊 对 同时可以除以五 前面那个数除以五之后等于八十 后面那个数除以五之后应该等于啊 十五 对吧 还能除吗 还可以除 是不是还可以同时除以五啊 这个还剩十六 那后面那个就剩啊 三 所以这个数跟这个数的商是一样的 那你说你觉得算哪个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是算小数比较方便一些了 所以就是啊 十六除以三 十六除以三的话 这是五 三五一十五 余一 余一补零 来点了 三三得九 余一补零 三三得九 哎 不用问了 后面是不是都是三的循环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等于啊 五点三循环 这么多米啊 对了吧 好 这个题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说到这儿啊 嗯 我得问大家几句了啊 你看啊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一些分数啊 那 请同学们来算这么几个分数 一个是 二分之一 一个是三分之一 一个是四分之一 一个是啊 五分之一 请你算一算 这四个分数 画成小数 分别应该领多少 有些人说 不会画 二分之一分数 不是代表一个出碗吗 是不是代表一出二 一出二 应该 第一个是 0.5 第二个 一出一三 一出一三 是不是0.33循环 这个 一出一四 应该等于 0.25 这个等于 0.2 对吧 好了 那有了它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几个数记住啊 那么 二分之一这个比较好记 是不是0.5啊 这是0.25 这是0.2 那你看看 它这个事实上 是不是有点像那什么 好朋友啊 二五一十 四乘二十五一百 二五一十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好朋友啊 这个你要重点记 三分之一等于0.3循环 那我问大家三分之二呢 三分之二是不是等于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两个三分之一啊 那是不是就0.3循环再加0.3循环 那就应该等于啊 是0.6循环 这个小数你要记住啊 因为这个小数还挺常用的 好吧 好吧 不多说了 关于循环小数的 咱们先说这么多吧 嗯 那好吧 那我们再说一个啊 事实上我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你来看这儿 给大家准备几个判断题啊 判断题 第一个 5.6666 是循环小数 第二个 循环小数13.234 243243可以写成 第三个 0.88保留两位小数约是 第四个 循环小数都比 一小 是对还是错 好 判断出来了 第一个 我换一只红笔啊 为什么错 循环小数是不是一定得是后面写什么号那种 或者你用个循环点表示的 第二个 第二个循环节是234234 不是说错了 243243对吧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至少得写成 他这种形式 或者你用 循环点表示 应该是这样表示 所以这个不对 第三个 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约是 看第三位 往前第一 是不是对的 第四个 循环小数都比一小 循环小数都比一小 这是不是就跟我们之前所说的两位小数一定小一一样 是不是循环小数跟整数没关系 72232323 这是不是循环小数啊 它是不是大也一样 它跟整数部分没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 也不对 好了吧 好了 扫雷区结束了 那扫雷区结束了 那后面的题目还是请同学们先预训预训